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的老朋友考拉 欢迎观看本期的《模里说生活》 有句话说到 早睡早起 身体好 但是早上起来后最好要少做这五件事情 否则身体会越来越差 第一件事情 着急起床 很多人在醒来后都会第一时间起床 但是猛然起床对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人在睁眼后身体并没有完全的醒来 要是起床太猛 可能会出现头晕的情况 所以最好躺在床上缓几分钟再起来 第二件事情就是立即的锻炼 早上是锻炼的最佳时期 但是人在醒来后身体要有所适应的过程 要是醒来后就直接去锻炼 可能会导致身体出现不适感 所以要等到身体缓过来后再进行锻炼 第三件事情就是用力排电 很多人在早起后都有排电的习惯 但是人在刚起来的时候 身体还没有完全的醒来 容易出现排便不畅的问题 这么时候就会用力的排便 这样会导致血压升高 对身体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而且要排便顺畅 可以试着按揉腹部 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 帮助排便 改善便秘的问题 第四件事情就是喝水太快 人体在经过一个晚上后 体温的水分会有所流失 早起后就要补充水分 帮助清理肠道排出毒素 但是如果你岛上喝水太快 或者喝太多的水 反而会给身体带来负担 引起不良的反应 建议在起床后 要注意饮水量最好是空腹 饮用一杯温开水 这样对健康是有好处的 第五件事情是不吃早餐 如果经常不吃早餐 会省上到肠胃 引起胃部的不适 对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在早上最好要吃早餐 可以使用粥牛奶等食物 也可以搭配上蔬菜水果 这样能为身体补充能量 让身体更加健康 好了 这本期的视频就在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